大家好 今天自己动手来做一个最简易的这个弹弓靶箱 练习打弹弓用 上次捡了一块这个网球的一块皮 打完了之后它不能保持原来的方向 所以我现在看找了一个纸盒子 就是Costco成菜这种比较结实的盒子 然后给它拴到这下边给它加了一个螺钉 下边给它加了个螺丝帽作为配重 这样打着之后它应该自动能复位 然后后边给它再加一块布挡着子弹 下边这个地方等于是收集 打完的子弹可以重复使用 好这个布是怎么弄呢 在这个箱子的顶上直接拿刀裁到口子固定上就行 好看 这下边放块砖压住这儿收集子弹 打在这儿 如果不行再把这个再固定一下 好咱们试试 好在靠墙的地方把它竖起来了 看就是个布里边垫了一块砖 这样盒子和布都压住了 OK 去这个拿弹弓 在10米的地方打一打看 是啥效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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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宝宝 这个弹弓的劲儿看来比较大 底部这个地方需要挖掉一些 这个我还是造的可以调整这个位置的 通过上面这个可以调整一下 好可能在后边挖掉一个四方形的孔更合适 回家拿刀把它挖掉 不需要很大 这样的话这个布打在上面应该就不会啪啪响 好 试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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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子弹收集到这儿了 好 看子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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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边吊坠不够长,可能也不够沉,仍然会缠线 不过无所谓了,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是可以 OK,再看一眼,就是这样子 很不错,不用花钱就可以实现弹弓把箱的功能 好,那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,谢谢大家观看,bye